父母就像一把大伞,撑在儿女的头顶上 纵使有暴风骤雨,仍然让你感受到庇护,不受风雨的摧残 经过岁月的变迁,经过风吹雨打,这把伞已经破败不堪 需要长大成人的人呵护与修补 可是有的子女,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把旧伞 有的人嫌弃太难看,扔到一边置之不理 有的人恨不得把这样的伞,立刻扫地出门 还有的人,想利用这把伞最后的价值,给自己创造一些利益 然后再无情地丢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对老年夫妇的狼狈故事 辛苦四十年,存款两万,子女只进不出 最后只能说句,算了,当白养了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评论区直接留言交流 有一部电视剧,剧中的雨淼是雅芝的养子 她以为雨淼就是她老了之后的依靠 可是谁知道,耗尽自己心血养大的这个孩子,却在娶妻之后变成了狼 她和媳妇用尽手段,把老人的积蓄和养老的钱全都骗到了手 这还不算完,最后为了让媳妇高兴 把这个用尽生命对自己好的母亲扫地出门 这样的儿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并不以此为耻 还觉得父母就应该一辈子为自己奉献 老来更辛苦,儿子只值一味索取 认识一对老年夫妻 辛辛苦苦四十年,有一双儿女 可是晚年并不幸福 在他们年轻时,家里条件不好,靠种地为生 妻子怀孕后,弟弟都靠丈夫一个人在耕种 生活艰苦,但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有了一儿一女后,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他们俩身上 夫妻俩省吃俭用,却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最好的 不让他们吃苦受累,但条件有限 夫妻俩给孩子的最好也不及有钱人家的三分之一 孩子们都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夫妻俩却从来没有间断对孩子的付出 夫妻俩好不容易赚的那点钱 本来想翻信一下自己的房子 都没来得及,钱还没无热乎 就被花在了子女的婚事上 儿子交女朋友了 但对方要求买房才答应和他结婚 儿子便向父母要求买房 夫妻俩便打算把拿来装修房子的钱拿来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 付了首付 女儿要结婚了 她说要十万元的嫁妆 不能让婆家瞧不起 夫妻俩咬咬牙 给了女儿要的嫁妆 钱不够,还给亲戚朋友去借了一些 可怜夫妻俩辛苦多年 以为把孩子抚养长大就能想想轻浮 却不想,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 还要没日没夜地赚钱还债 过了几年,终于还完了钱 本想可以过几天消停日子 可是子女先后有了孩子 女儿婆家没人愿意帮忙带孩子 女儿给母亲打电话 妈,你来帮我带孩子吧 要不我没法去上班 女儿就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父母 夫妻俩把女儿的孩子带到三岁 能上幼儿园了 女儿才把孩子接走 给女儿带完孩子后 儿媳也怀孕了 儿子要求父母帮她带孩子 爸妈,你儿媳虽然不上班 但是一个人带孩子终究辛苦 你们不能偏心 也来帮我带带孩子吧 于是,夫妻俩又帮儿子带孩子 像免费的保姆 做家务,带孩子 睡最差的储藏室 吃他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还要倒贴生活费 辛苦了四十年 却没有换来孩子的回报 他们只想着在父母那索取 老来被算计钱财 又遭嫌弃 夫妻俩一直都在付出着 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 在帮儿子照顾孩子时 他们还省吃俭用地 攒下了六万元的存款 子女知道父母有六万的存款 纷纷跑来借钱 儿子说有难处 在外面创业不容易 借去了两万应急 女儿也说自己马上就要开一个小店 资金也不充足 也要走了两万 借走了四万 还剩两万 儿媳和姑子吵翻了 各自都觉得对方惦记爹妈的钱 说白了 都是想在老人家身上 刮下来仅存的那点油水 等到六十岁 儿媳总是嫌弃老两口邋遢 说老人身上有一股怪味 呼出气来都是臭的 闹不好有什么传染病 可不能过了病气给孩子 而且老两口年纪大了 吃饭都不利索 弄得桌上地上都脏兮兮的 衣服穿得多 穿得久 总是有股气味 说话也是涂里涂气的 还爱捡些垃圾回来 把家里弄得更是一股怪味 在这样一个门里静静出出 让邻居们笑话 儿媳话里话外的嫌弃 夫妻俩心里并不好受 因为婆婆给孩子喂东西时 没有洗手 还是大人吃了的 孩子要吃 婆婆就给了孩子 儿媳大闹了一场 把老两口赶回了乡下 就这样 老两口收拾了东西 回到乡下老家 住着一只没有翻盖的老房子 拿塑料布和油毡 略微休整了一下 才不露风露雨 没了力气 种不了成母的地 就种了几块菜地 菜成熟了就拿去卖 平时就是青菜馒头 连猪肉都舍不得买来吃 害怕万一生个病什么的 没钱治 还遭子女们的嫌弃 房子越来越破旧 老两口希望子女 能出钱休整一下 子女都说没钱 老父亲的身体 日渐不好 老母亲希望子女 能把老伴送去医院 子女也说没钱 没时间去医院照顾 在这样的日子里 老年夫妻 渐渐看透了 都说我养你小 你养我老 养儿防老 可辛苦了半辈子 存款两万不敢花 子女只进不出 白养了 有儿有女 可是到老了 没有一个能扣得住 没有一个能给自己 一点依靠的感觉 就是因为自己过度付出 才让子女们只想着索取 导致晚年如此狼狈 父母之爱的真相 父母的爱 总是贯穿着子女的一生 希望孩子健康长大 希望孩子学业有成 希望孩子获得幸福 希望孩子家庭美好 并且一直都在为孩子付出着 只想孩子越过越好 有了父母的帮助 子女的生活 确实过得顺逸一些 确实也更容易迈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可度过的子女付出 无法让他们懂得感恩 对子女的过度付出 导致他们习惯依赖 故事中的老年夫妻 之所以在晚年过得狼狈 就是因为他们在年轻时 一直对子女过度地付出着 导致子女们习惯了依赖父母 一味地索取 过度依赖父母的孩子 不懂爱 极度自私 在父母教育儿女的时候 也要反思 怎么样才是爱孩子 给予爱的同时 怎么能让孩子明白感恩 如果一味付出 在孩子眼中 父母就应该如此 他们只会接受和索取 不懂得如何去回报 去用心真爱自己的双亲 写给所有做子女的话 孟子讲 孝子之志 莫大呼以尊亲 尊亲之志 莫大呼以天下养 对于父母 用天下来供奉都不为过 人之孝 就是要侍奉双亲 不要等到醒悟的时候 只剩下后悔莫及 别等到自己老去 或者父母离去的时候 才懂得父母的悲哀 才去承受良心的谴责 这时候想要弥补什么 往往不会再有机会 对于不孝顺的人 做事情也难有很大成就 因为人的品质本身就有问题 他的家庭和婚姻 也未必能幸福 因为不会爱自己父母的人 也不懂得怎样去爱别人 所以 给父母一些关爱 让他们的晚年 有一些温暖 父母要的其实并不多 不用了 我自己的体重 那些恰费 我可以接受了 我可以接受到 我可以接受了 你接受了